嗨 知道為什麼叫老伙計新朋友嗎 不知道耶 哇 我覺得你和這個車 這個感覺非常搭配 你知道嗎 怎麼說 就是這個車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這個車感覺怎麼樣 好長呀 搞大壯 有兩個我那麼長 你知道軸距長是什麼好處嗎 什麼好處 你看這個車 軸距就是從這兒到這兒 這麼長的軸距 對吧 好處是什麼 就是中間可以坐非常多的人 那也就是說這台車 就在內部空間會非常非常寬裕 就是軸距大的好處 為什麼現在很多電動車它的軸距那麼大 就是為了保障內部的空間 中間還有腳踏 這個腳踏就是你上車的時候會非常方便 這個感覺怎麼樣 太寬重了 不是我這樣躺 往前這麼多了 前面還有這麼長 我屁股在這裡 中間得給你加裝一個腰脫 坐得非常板正之後 太寬重了 這有一胳膊肘 這樣很涼的 對 跑步呢 跑步也很高 我坐得很直了 我是182.8 0.8難試 真的 很寬鬆 非常非常非常過分 非常誇張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車如果說出的7座的話 它第三排也是完全夠用的 當然這個車它是不會有7座版本的 因為本身由於這個平台的限制 但是有一說一這個 你看 這太舒坦了 這個車 你看是四驅的車型 但是它的中間的這個地台 也沒有說特別的突起 這個是由於什麼呢 就這個車它的 其實它的離地間線是比較高的 那保證了一定的通過性 同時也讓第二排它這個地台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適合長途穿越的車型 我坐在第二排絲毫不會有那種 做硬拍越車的那種局促 很難受 做小板證一樣的感覺 找得像八哥 什麼叫八哥 那個狗啊 丘巴巴的 丘巴巴的 那樣鼻子那樣的 但是你看啊 這個車有一些細節還做得挺好的 你看 還有花紋耶 是吧 這小小的細節 美的嘞 你知道為什麼剛開始說老伙計新朋友 是什麼意思嗎 改裝了一下 這個我可以給你科普一下了 來來來你拿著 好的 科普時間到了 為什麼叫老伙計新朋友呢 因為這個車S5 其實它的歷史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 十幾年前 是吧 那會兒大家知道哈佛S6賣的非常非常好 但是在S6之前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車型 就是S5 然後相當於說是從長城獨立出來這個哈佛品牌之後 S5是一個第一個換標的一台SUV 當時呢 因為它的越野的這種屬性 硬派的屬性 收穫了非常非常多的用戶 所以說在很久之前呢 就已經有很多人認識到啊 長城原來做越野車做 或者說做這種皮卡這種產品 是非常有實力的 到時隔很多年之後呢 現在新一代的還出來了 這個車你現在多少錢 三四十萬啊 再讓你看看這個空間你就知道 算是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 肯定是多了 價格很親民 價格非常親民 二十家 先保密 打開後備槍 過分了 睡一覺啊 過分了 打開之後 它的下邊還有蓋板 看這是兩個蓋板 嗯 這樣的話 你去藏一些什麼私房錢啊 藏一些那個媳婦 不想被媳婦看到的東西 那這車不要買啊 不要買 而且你看 除了暗格 它還有隔板 這個真的非常用心 是吧 嗯 而且這個車它的第二排和飛度一樣 這個空間模式無大失啊 打開之後下巴還能藏一些小小的東西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這個第二排完全放平了啊 哇 你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完全平的 不放心機 給你留個地兒 前面坐著也是很寬敞 我覺得它配色可以更鮮亮一些 現在太黑太壓抑了是吧 完全 而且我感覺這個杆好機械的感覺 這個叫換檔杆 這個之前在坦克300 對坦克300上就是這個換檔杆 是啊 就很機甲風是不是 是的 這還有換檔撥片 給整個長程系一點小小的建議 就是不管是坦克還是說大狗 還是說什麼什麼其他的車型 就是它的方向盤做的永遠都是這麼大的盤幅 總覺得像是開一台大皮卡開卡車一樣 稍微小一點 可能它的駕駛的這種操控感受可能會更好一些 另外就你剛說這個黑色 那這個車它是要征服長途的 要走出去是不是 就要黑色 經常又會有這些灰塵 你要是這個顏色太淺的話 那你身上一髒或者說有塵土進來 就會很容易讓這個車廂變髒的 還有全民K歌 還有抖音 音聲狀態 哇 可以邊開車邊刷漂亮姐姐 來吧 給您拍幾張照片 這個車有機會 其實還是一定要開出去的 才能知道它 用長途跋涉是不是足夠的舒服 站著車子這個地方 一定要小心 適合 看下去 而且每些台車都än著 拜拜 拜拜